行车记录器拍下路口绿灯车辆执行 左边突然冲出一名骑士 狠狠撞向车子瞬间喷飞 机车没带转硬闯还遭车辆连两撞 因为他撞到以后我在那边等嘛 他就弹过来了碰到车 再看一次机车被猛烈撞飞连撞两次 时间发生在6号凌晨高雄左营民族路口 骑士从机车到横切要左转被执行车撞上 弹飞后再被对向车辆撞击 头部重创抢就不治 撞击瞬间力道猛烈车子挡风玻璃碎裂 保险感摇摇欲坠 伤众不治的骑士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排长 去年刚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 现任陆战队军官 还曾被总统召见 抢救一周宣告不治 在屏东有火烧车以外 我在这边都感受得到怕温温 超热的呢 那人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快感 因为我们很怕油箱爆炸 13号中午新原乡路边窜出大火浓烟 火烧车驾驶却不见踪影 从另一个方向看 黑烟冲天车头烧到只剩骨架 还好驾驶已经脱逃 在屏东大学前有连接车跟轿车对撞 轿车车头全烂 气囊爆开救命 驾驶只有轻伤 车祸瞬间让人捏把冷汗 记者张春华 蔡霜吉郭宜珍 综合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